請問一下就是之前有喊說這個健保點值1.1元 然後昨天賴清德在照書上面有講說 會來改革這個健保制度 然後賴伴也喊說就是會朝1.1元這個方向來邁進 會不會覺得好像在跟隨您的政見 跟隨是無所謂啦 好的點子大家跟隨我們也樂觀其成 可是衛福部長一直說是不可能嗎 換句話說衛福部長跟這個賴清德 你們自己先協調一下嘛 你賴清德講了半天 衛福部長就打你臉啦 說不可能啊 說如果不修改什麼健保總額 不修改法律是做不到的嘛 那實際上我的做法是 呃除了所謂修法不修法 你政府另外有很多地方可以找到裁員嘛 就是說在你修法還沒有完成之前 趕快去找別的裁員啊 甚至編特別預算啊 總有方法來滿足醫護人的需求 醫院的需求 因為治療是最重要 尤其現在越來越老年化 那這個看病住院的病人越來越多嘛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你不能去苛刻 去剝削醫護人員 那這樣的話醫療品質一定會降低了 那對病人來講也 但是你等於是從某個角度是剝削病人的 你剝削醫護人員等於是剝削病人的 這73%的人太離譜了 讓我們一無反過定一次 看對的新聞選對的頻道 讓會流成為你的靠山 所以我是覺得衛福部喔 他們這些公務員做久了喔 那個腦袋喔 就像那個混凝土一樣 山斧頭也批不開的 就這個是不行 法律就是不行 法律不行就突破法律嘛 制度不行突破制度嘛 這邊沒有錢從那邊找嘛 對不對 總是可以找到 而且總有優先順序嘛 輕重緩急嘛 我覺得 民進黨執政八年呢 醫療系統現在快崩壞了喔 那他們自己一屆人出生的人不少 但是呢很奇怪 居然你看賴清德已經做了 兩年的行政院長 四年的副總統 那你都沒想到這個問題嗎 怎麼被我一逼以後 現在急了 離這個投票才三四天了 才說要找一屆人來貢商大忌 來不及了啦 這六年都不做 那你是搞什麼嘛